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三分鐘 第一位請孔文吉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早安 昨天賣菜狼高雄市長韓國瑜昨天返國了 他在小港機場被記者問 這幾天陳水扁對他的批評 陳水扁在臉書開直播 25分鐘的直播 他說韓國瑜是借賣菜來行銷一國兩制 這個是賣台的行為 他的兒子陳志忠也到高雄高分檢 告韓國瑜設為外患罪 韓國瑜不滿地反問 這對父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們都身在高雄 看到高雄市政府這麼努力 為什麼不會祝福他 這個跟賣台有什麼關係 最近我們看到韓國瑜市長 到了香港 澳門 深圳跟廈門 他帶來了53億的合作備忘錄跟訂單 這裡面有38億貨增駕駛的合約 韓國瑜在他的臉書說 這個讓大高雄辛苦勞作的農民 移民 花農們 可以安心的享受到豐收的喜業 免於健骨傷農的擔憂 韓國瑜在他的臉書在講 他說為什麼台灣會衝刺 貪污有禮 外銷有罪 遭計可以 遭傷犯罰 韓國瑜他強調 賣菜賣笑 不等於賣台 賣笑不賣生 賣貨不賣台 他會繼續開大門走大陸 最近我們看到民進黨前黨上下 包括府院黨曾經在批評韓國瑜在賣台 先是蔡英文要求韓國瑜市長在大陸要提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後又有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要求韓國瑜向陸方表達 西公開非洲豬瘟防疫的資訊 這個完全顯示出了蔡英文的無能 跟民進黨執政以來 兩岸激動已經影響到 激成民眾的民生經濟 一方面要表達中華民國的立場 一方面又要求接洽防疫的工作 那我想請問 蔡英文總統跟陳吉仲主委 那你們到底是在做什麼 陸委會的主委最近也說 因為韓國瑜進了中聯辦 破壞了合作的思想要罰他五十萬 那我想請問陸委會的主委 為什麼進到中聯辦 這個是一個等於是一個香港 澳門的 還有恰恰臺灣的事務的機構 只是一個進度地主之一 你在裡面怎麼會談到賣台呢 所以韓國瑜這次去是賣菜不賣台 接著請禮玉林委員 看到NCC因為中天 韓國瑜報的太多 鳳凰展翅 縱罰了一百萬 還要要求改善 玉林真的想問民進黨的朋友們 你們所追求的毒 是台獨 還是獨裁 轉台是樂聽眾 也就是觀眾 最大的制裁 NCC說 韓國瑜報的太多 會影響樂聽眾 資的權力 好像臺灣就只剩下 中天一家電視台 這個是事實嗎 臺灣有親民進黨的電視台 也有關注世界國際的電視台 這就是已經在這個市場上 有成熟的分眾機制 民進黨的電視台 也曾經出現 賴清德 祥雲火龍 也曾經對陳水扁 蔡英文 陳菊 賴清德 有造神話的 傳記跟專題 也曾經一整天在抹黑 特定的政治人物 NCC也被檢舉過非常多次 為什麼NCC都沒有處理 這不就會讓人懷疑 NCC的獨立性嗎 民進黨最大的問題 就是輸不起 台大選出管校長 民進黨輸不起 2018的選舉大敗 不知道檢討自己 反而去怪媒體 不喜歡這個電視台 轉台就好了 轉台有必要搞得像革命一樣嗎 不喜歡這個電視台 但是別人喜歡 尊重別人的選擇 這不就是民主自由的真諦嗎 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 還要立法去限制 請民進黨想一想 這就是你們要搞的專制跟獨裁嗎 要認清現實 要搞清楚 中天電視台有多少人看 是民進黨在決定的嗎 如果民進黨英明省武 能夠使得國家國泰民安 誰會去想看韓國瑜呢 接著請黃昭順委員 黃昭順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三個月 陸續出訪 新加坡 馬來西亞跟港澳 總共簽下72.1億的外銷訂單 創下我國史無前例 地方首長拼經濟最好的成績 但是蔡政府不但沒有說一句感謝 恍而是親虎彥黨洪荒之力 前面追殺韓國瑜 已經從紅寒必卡 一直到逢寒必華 我們看到陸委會準備華韓國瑜50萬 我們看到NCC更離譜 NCC在27號以中天新聞 報導過多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新聞 要求中天限期改善 並且針對未查證新聞 總共華了一百萬 NCC副主委說 我們沒有說不能播特定的政治人物 但是過多這個標準怎麼說 沒有人能達得出來 其實從這樣子一個開華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行政院的華權已經無限上綱 就像東廠在線 NCC縱華中天的新聞 很明顯就是衝著韓國瑜 我們從前幾天 蘇院長說他已經嗆韓NCC 他說誰都管他不到 但他也什麼都不管 然後這樣的機關愧對民主 總統不滿意你 你當主委又有什麼用 如果我是你我就辭職 這樣出辦 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 而且露骨的施壓NCC 這也就是典型的下指導期 我想在民進黨執政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轉型爭議都不正義 獨立機關也都不獨立 我們在看到的包括去年 不管是黨場會或者是轉型會 他們在整個的過程 引起我們所有人民的不滿 所以在去年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大家一起的口號就是滅東廠 我們從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看到 我們為了蔡英文政府 她整個施政的失敗 假借NCC打壓韓國瑜 我們要請問 用這樣的方式 就能夠讓蔡英文的選情加溫嗎 就能夠讓蔡英文的民調上升嗎 我們在這裡提醒民進黨 如果繼續用這樣的方式打壓言論自由 我們也就是只靠東廠來整肅議局的話 我想去年的選舉 一定會在明年的11月11號 重新滅東廠 接著請林毅華委員 主席 大家好 教科書審查當兒戲 教育部荒謬無能 大家都知道12年國教的課綱 原來是107學年度就應該上路 但現在已經延到108學年度 對於新課綱的實施 當然我們本來在教育現場 有很多的期待 很多老師也在如何來翻轉教室的風景 以及如何讓孩子 未來能夠培養所謂的素養導向 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12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 還有很多教育部 應該要解決的問題 但現階段 最迫在眉睫的是 大家所關注的教科書 到現在還編轉的速度非常的緩慢 以及審查的非常的衝突 在今年的2月 總質詢的時候 我就質詢了潘部長跟蘇院長 提醒今年教科書 因為我們課綱的領綱的審定 有些到去年的11月才通過 所以變成教科書現場 在訂定的過程之中非常的衝突 造成整個時辰的壓縮 而那時候的部長也同意 也認為一定可以如期如值的完成 但這件事情已經到現在 引起了家長團體極大的恐慌 以及有一位我們張師大退休教授 也是名師人杜也 陳啟佑教授 也最近在臉書痛批 有關於教科書的審議 真的是把高度專業的事情當作兒戲 大家都知道原來的教科書 都是一年編一年審 就算按照教育部 他的隨著審查的流程 最快最快也要一年十個月 我們在過去就算整個查 以前教科書的歷史 最快通過的 也是要到一年半的時間 但今年我們有領綱 去年11月通過 整個從編到審到結束 竟然只有半年的時間 到現在為止 我跟大家說一下 有關我們教科書通過的比例 是如此的離譜 國小教科書審查本數32本 目前有核定字號的只有5本 通過比率15.63% 國中教科書43本 通過有核定字號只有1本 2.33% 高中審查本數126本 核定字號的只有11本 通過比率只有8.73% 現在已經3月底了 這麼低的一個比例 怪不得家長團體 或相關的專業人士 會出來痛批 我們要求行政院蘇院長 你不要只看到 要把你的髒手伸到NCC 去干涉特定的媒體 真正重要的事情 關心教育品質的事情 請你也管管吧 接著請柯智恩委員 早安各位立法院的同仁大家早 我想今天賴清德院長 他要出版他的新書 似乎想用爆料的方法 來迎接蔡英文總統的回國 我想這個新書 最主要是要揭示兩個主要的一個目的 一個當然就是來解釋 他在行政院長任內 有關於公開宣誓台獨主張 包括一例一休 包括特赦陳水扁愛 蔡總統事實上事先都是知情的 所以他的公開的表態 蔡總統如果事先支持的話 那表示他不是自走炮 那另一方面呢 他也可以來解釋有關於一例一休的部分 這時候呢他可以大膽的告訴大家 他並不能完全歸罪於賴院長 事實上呢他只是在執行蔡總統他的意志 所以呢透過這樣的一本新書 可以說是跟蔡總統做一個完美的切割 特別是對於施政不利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切割 當然呢很多府院高層就會站出來打臉 來告訴大家這個事實並非是這樣子 過於簡化的解釋不是一些正確的事情 這麼一來一往 實際上可以讓大家看出來 到底這個葫蘆賣的是什麼藥 當然這都是屬於民進黨的家務事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問清楚 到底政治人物的誠信在哪裡 到底蔡總統知不知道這些所謂 像是戴清德院長 他事先所提到的這個台獨的公開說 你是否只是要來拉攏獨派 而對這樣的事情你也是默許呢 那我想其實大家最關切的 還是有關於特赦陳水扁案 賴清德院長他特別提到了 蔡總統曾經承諾他要做一些的處理 那我們就必須要問的 這些處理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是否你為了要拉攏獨派 你為了要安撫大家 所以呢私下告訴大家會處理 而處理的原則就是允許我們的陳水扁前總統 完全無視於中間所給他的所謂的四步的一個限制 完全無視於他踐踏了中間的這樣子一個紅線 而完全置之不利 所以呢即使是民進黨的家務事 但是呢這事關全民他們主要知道的一個真相 特別是有關於設別案 到底蔡總統的處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只能說目前為止蔡總統出訪回來 我們要說辛苦了 但是呢人民想問蔡總統跟賴院長兩個人 到底誰在說謊誰在算計又是誰比較好鬥呢 因為人民期待政治人物都有所謂的基本的誠信 而非說謊誠信 謊話連篇 這件事情雖然只是賴清德院長他的心書要所有所交代 但是對全民而言因為他事關總統跟前行政院長 可以整個政治的一個操作 我想我們有必要知道事實到底是如何 接著請吳志揚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這幾天陸委會與NCC紛紛針對韓國瑜市長進行政治追殺 動用各種國家機器 甚至是號稱獨立的NCC 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對於同樣的狀況 卻是雙重標準的對待 比如說謝長廷先生 他帶他的子弟兵去北京談政治 這樣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韓國瑜去港澳簽訂單 拼經濟就不行呢 這不是雙重標準 那什麼才是雙重標準呢 陸委會 他是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三之一條 他質疑韓市長與大陸地區的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的機構 進行有涉及政治性內容之合作行為 但是韓國瑜此行主要是去拼經濟 而且他的九二共識的主張是他一項的兩岸政策 難道我們 他只要跟港澳及大陸的官員有會晤 就是跟中共進行政治合作嗎 如果這樣子有會晤就算的話 那藍綠許多政治人物 豈不是都應該一併受罰 到底有沒有一致的標準呢 另外2017年9月8號 某特定媒體報導了降龍真子 這樣子的一個標題 說賴清德接隔魁當天晚上 巨龍紅光被傳成異象 說賴清德可能是上天派來 普救眾生的降龍真子 請問這樣的新聞用同樣的標準NCC不用開罰嗎 NCC明顯的是來配合政府打壓特定的媒體 前置言論自由以及新聞自由 陸委會這樣的行為是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當作對付兩岸未來發展與蔡政府不同意見者的工具 是在誅殺政治異己 陸委會淪落為綠巢的警衣衛 現在連NCC也自甘墮落 獨立機關居然也會淪陷 選擇性的針對部分的媒體來開罰 這個行徑非常非常的惡劣 本席鄭重地呼籲陸委會 接著請童慧珍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民進黨2016年從長執政 蔡政府從上任之前就不斷的強調會努力的維持兩岸現狀 但是蔡政府執政到現在短暖的三年之間 大家看到兩岸關係從馬政府的時候和平相處交流熱絡 變成像現在一樣水火不容 互動冰冷 不但是大陸來台的觀光人數大量下滑 我們的外交也處處受挫 國內的榮譽產品更是滯銷價格崩盤 兩岸關係的惡化直接導致了我們台灣民生經濟 外交政治各方面極大的衝擊 但是民進黨政府卻不容許別人來批評 民進黨政府的執政不利也不讓別人來加以這個說明 所以無力改善僵局的民進黨政府 只好用盡各種辦法來向我們台灣的國人洗腦 他不斷的強調中華民國主權現在岌岌可危 然後他利用去中國話去講話激發兩岸的對立 至於民進黨這樣的操作手法 到底能不能獲得國人的認同 我想去年的九合一大選民眾已經給了最直接的答案 他們的心中是厭惡這樣的執政方式 儘管選後民進黨向全國人民說他們要虛心改進 但是我們觀察他的所作所為明顯的心口不一 大家看到現在高雄市長韓國瑜 正在馬不停蹄的到處拼經濟到全台灣去到全世界去搶訂單 但是卻被蔡政府抹紅很單純的一個經濟行為 硬生生的被扣上一個賣台的惡名 本西想問蔡政府韓市長努力拼經濟人民有感 執政黨無力振興我國的經濟 只好硬將韓國瑜市長灌上這個莫須有的罪名 這是一個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嗎 這個禮拜三 NCC開罰了中天新聞一百萬元 前置新聞媒體的自由 NCC現在已經成了執政黨的東廠 我國的民主自由在蔡政府的執政之下倒退走 政治黑手大剌剌的侵入了獨立的機關 本習要提醒執政黨 政府應該要跳脫自我限制的意識框架 跟對岸來溝通 解決當前我們兩岸的困境 想辦法來維持兩岸的和平相處 穩定交流 否則台灣的未來只有更加的危險 只有步步的趨向困境 本習要沉痛的呼籲蔡政府 多數的民意期待的是什麼 民意期待的是要維持兩岸現況 民進黨不要為了自己的選舉 跟他的本身的這個政治利益 然後不斷的激化兩岸的衝突 這樣的結果只會導致我們台灣國人的民生大忌被犧牲 只會導致社會的不安定 這都是所有人不願意樂見的 包括現在所有的政委 所有的問題都在哪裡呢 報告蔡政府 兩岸問題重中之重 謝謝 接著請陳移民委員 好 謝謝主席 大家早 今天本席要講的題目是 蔡政府拼經濟無能 扣紅帽罪行 高雄市長韓國瑜出訪 港澳生下拼經濟 六天簽署了高達五十二億元的訂單 成果豐碩 但是蔡政府無視於她拼經濟的用心 卻一路圍剿她拜會的對象跟言行 甚至揚言要對她開罰 增訂韓國瑜條款 管制地方首長訪問港澳 蔡政府的做法 不僅是暴露了他們狹隘視野 而且更暴露了她兩岸政策的無能 而韓國瑜市長此次為高雄拼經濟 爭取訂單 甚至是爭取到與深圳的雙城論壇 根與廈門的雙港論壇 這對於高雄市政府的經濟的建設方面 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助 根據本席的了解 廈門的郵輪來到我們高雄港只要三個小時 而且他們也希望將來能夠每週二 都能夠有郵輪到我們高雄港來 這對於兌現韓國瑜所講的 或出的去人進的來 高雄發大財的這樣子的一個施政的理念 應該會有極大的幫助 但是呢我們的陸委會陳明通主委 他其實在面對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他不僅是沒有給予協助 大家不要忘記了 陸委會在澳門跟在香港都有辦事處 但是韓國瑜這一次他們只是去負責接送機 對於韓國瑜去拜會中聯辦 其實事先我們的研稿會主委是有通知陸委會 但是陸委會接到消息 並沒有要求他們所俠下的這兩個辦事處的主管 去陪同韓國瑜進入中聯辦 本席在這邊合理的懷疑 他們其實在這樣子的動作 不僅是不幫忙還給他穿小鞋 這是非常非常不治也不恰當的 所以陳明通委員主委他推諉嚴誤在前抹紅在後 不僅給韓國瑜穿小鞋 還要利用國會多數來修法訂定韓國瑜條款 以及要讓國人了解到民進黨對台灣沒有自信的這種失敗主義者 只是敢在這邊批評勇敢走出去拼外銷有作為的地方首長 而自己主政的中央政府卻是毫無見數 所以蔡政府才會見小丁手機猛扣他的紅帽子 這些卑劣的激仰 民眾看在眼裡越來越覺得心寒 本席在這邊覺得民進黨對於韓國瑜的圍剿越猛烈 越暴露自己的心虛 也越助長韓國瑜的聲勢 所以請盡情的栽贓開閥繼續無下線 謝謝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均力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謝謝 謝謝 我有可能aked 謝謝 務移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